《俄国史》第六章 1855到1917年间的经济与社会 法律的发展 帝国晚期是法律发展十分重要的时期之一 此期间发生了1864年的司法改革 到了1914年差不多有1.9万名律师和助理律师登记在册 在地区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比人口增长数还要快 光1914年递交的案件就大约有30万件 根据瓦利茨基的俄国自由派思想家 关心的主要问题是法律规则问题 在这篇文章当中他主张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员 企业家甚至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员 都希望把帝国转变成为一个 不管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在国家法律范围内运作的国家 例如1905年来自乌拉尔地区的实业家们就指出 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商业生活才能获得示意的发展 但是亚历山大三社和尼古拉二世手下的那些传统官员 绝大多数都认为法律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帮助政府实行统治的工具 而非对个人和团体权利的一种保障 最后三位罗曼诺夫治下的俄国统治者 他们的特点一般是在遇到压力的时候才向法律的规则让步 而一旦压力减轻或者对独裁专制秩序的威胁十分强大的时候便收回 亚历山大三世1881年长期使用的临时条例是对1864年法治改革精神的最匪夷所思的背叛 1905年前后的政治骚乱促成了政府新的让步 在1905年的十月宣言当中 政府表面上似乎愿意接受某些针对法律规则所提出的要求 以及对公民自由权的扩展 宣言许诺给人民以真正的人格不容侵犯原则为基础的 不可让步的公民的基本自由 道德自由言论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 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政府采取某些步骤 出台了一些有关诸如审查制度 以及集会和结社自由等问题的新法律 以实现他的诺言 但是1906年的四月的基本法却表明 尼古拉根本无意彻底的实现 他在十月宣言当中所许下的诺言 在此后的十年当中 沙皇和他的那个非常保守的国务委员会阻止了彻底实现 其在1905年所许诺的权力的大多数措施的出台 1907年的选举法 为一个比前两届杜马更保守的杜马提供了保障 可能是杜马时期最绝妙不过的收回的例证 1907年了解真相的伯纳德佩尔斯指出 政府原则上对法律原则让步 但实际上却使例外层出不穷 以致他们的总和把原则也给淹没了 因此呢 如今一个普通俄国人还不可能对保护他免受任何随意的和例外的惩罚的法律原则怀有信心 随着法律职业的发展 法律杂志和协会也有所发展 有关法律手段的争论也蓬蓬勃勃的开展起来 许多俄国的知识分子贬低法律 他们包括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托尔斯坦 他们认为其不过是国家和阶级统治的工具 主张法律可以捍卫个人自由和权力的知识分子只是其中的少数人 虽然第三厅于1880年被取消 但宪兵警察局仍然属于内务部的管辖范围 其他的一些保安部门如奥赫拉纳同样也属于他的管辖 后一个部门常常争募间谍并指使他渗入革命组织 政治警察局为了达到目的 往往毫不犹豫的侵犯基本的公民权利 甚至就连一些贵族成员也抱怨他们的邮件被政治警察给拆看了 而此类事情直到1905年以后仍未绝技 虽然新的法律排除或减少了某些最残酷的肉体惩罚 但发配到西伯利亚的人数仍然是有增无减 到1898年西伯利亚生活着30多万的流放犯人 所有的流放者当中只有差不多1%是政治犯 差不多有一半人是被他们的村舍合法的流放的 一个罪犯可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监禁做苦役 或被冲军 托斯托耶夫斯基写的死屋首记 以及契科夫的萨哈林岛游记所描写的那些西伯利亚的罪犯 他们的景况远比那些普通的流放犯糟糕 例如列宁就曾在南部西伯利亚的流放中 相比而言比较舒服的过了三年 他在那里自由地生活在农家小别墅里可以自由出入 悠闲度日随心所欲 在苏联时代 对于上百万在斯大林统治下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人来说 这样的流放看起来更像是一次度假 根据某些辩护词 沙皇俄国的批评家们有时称其为是一个警察国家 但其警察与公民的比例若与如法国和英国这样的更自由也更民主的国家相比少得可怜 尤其是在小城镇和乡村当中 由于警力短缺 所以国家对公民的保护很不得力 大约从1900年到1914年 小流氓 当然了 这是一个从英文中借用的一个术语 小流氓的问题一直不断的被报告和讨论 人们普遍相信这种行为正是有增无减 并正从城镇蔓延到乡下 小流氓行径一般就指那些厚颜无耻凌辱 对人缺乏尊重的行为 尤其是针对当局或值得尊重的人的 有时此类行径已经远远超出言语的攻击 他调戏淫荡的暗示的范围 他甚至包括暴力行为 如打破窗户 袭击 诅咒 绑架和谋杀 这一问题特别猖獗的地方 是帝国的大俄罗斯地区 虽然政府努力增加警察的编制 尤其是在主要的城市的市区 但在乡村和城镇里 人们感觉到在世纪之初犯罪律程上升的趋势 人们认为警察或警官不愿意或者是无力去保护普通人民 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在于 警察局把过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一些没有受害人的犯罪和安全措施上 汉斯罗格列举的数字表明 1896年 圣彼得堡警察局拘留的11.5万人里 差不多有一半以上是因为护照违规 乞讨和懒惰 不但如此 警察工资微薄也导致警察的腐败 而普通工人中间 普遍的对警察局是恨之入估 在乡下 农民的习惯支配着他们的法律事务 多数法律问题是在法庭之外 或者按照习惯法在村一级或乡一级法庭上处理的 而庭外解决诉讼的办法包括仲裁 调解 启示 抽签 村舍的判决是农民私刑的一部分 他包括要求某人用福特加款待全村人 将他开除出村 鞭打羞辱或者是更恶劣的办法 虽然村民可以采用较轻微的惩罚措施 来惩罚小偷小摸的行为 但他们对于盗马贼却最为痛恨 尤其是对惯犯 可以判决断其肢体 以便让他终生带着耻辱的标记 或者严刑拷打 直至死去 这样的暴力行为是与正式法律相矛盾的 但农民们相信正式法律和官方法庭 都对盗马贼太仁慈 在这个以及其他的一些问题上 农民和官方对于法律的观点 常常存在着差异 农民更关心的是他们所认为的公正 而非服从任何从外部 强加于他们的什么什么法 他们认识水平低下或者根本就不愿意使用一个特殊的案件适应某个抽象原则 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在实际生活中保护他们自己的安全利益和生活方式 多数农民认为从国家或贵族的林子里 偷一根木头是很值得赞美的 可以允许的 至多不过是一次小小的冒犯而易 在时有发生的国家法律和农民公正之间的冲突当中 国家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 因为他的警察局和警官在乡下人数极少 在俄国早期的历史上 在政府的愿望和他们控制全体人民能力之间 一直存在着一条鸿沟 请不吝点赞美的设计